馬上穿土地長大 未來海面突然冒出一股白色水柱 接著巨大聲音浮出水面 讓遊客相當興奮 因為他們竟然幸運看到 相當罕見的大赤金 而且還是兩隻 還在一點裝方式好不好一起出來 一大一小大赤金母子 依偎在一起溫馨共遊 賞金船遊客連忙拿起手機 記錄下難得的一刻 我們出去沒多久 就在海洋公園外海 發現兩隻大赤金 它是母子 可能要隔了好幾年才看得到一次 大赤金生活在極地或是溫帶的深海 每年春天順著黑潮回遊北上 能在這個季節二度募集大赤金 非常難得 就連有三十多年經驗的賞金船船長 也只看過十次 整個大概有十三到十四公尺 然後小的可能是在六公尺之間 以緩慢的速度由南往北 工作人員把握機會排下難得一見的 母子大赤金銅油畫面 花蓮幸運出現大赤金母子身影 同樣在烏石港也出現大批賞金人潮 大批民眾等著上船 準備登上龜山島及賞金 但東北角海礦不佳 臨時取消登島只能賞金 遊客有點失望 當然會失望的 我們從台北過來的耶 可是賞金已經看得到金嗎 即使無法登島 也期待可以看到金魚 民眾緊緊抓住廉價尾聲 把握出有好時光 記者劉己嬌 吳懷漢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